膽固醇是人体脂肪的一种 亦有助构成我们细胞的壁膜 同时也帮助我们身体制造维他命D 胆汁和荷尔蒙 人体血液中的膽固醇 主要都是透过我们身体肝脏去制造 大概七至八成 其余的两成都是透过我们身体的食物去摄取 所以一般健康情况下 我们身体会自我调节胆固醇的水平 胆固醇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好的胆固醇 第二种叫做坏的胆固醇 好的胆固醇有清高密度胆固醇 HDL 其实它会有助清除血管中的坏胆固醇 将它带到肝臓去代謝 所以我们会叫它血管清涂肤 第二种就是坏的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 LDL 其实会积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日积月累也会导致我们血管收窄 甚至乎闭塞 继而会增加我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好的胆固醇的食物 其实可以透过进食一些好脂肪的食物 例如一些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例如牛油果、橄榄油、奇亚籽 甚至乎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都可以提高你体内的好胆固醇的水平 除此之外也可以进食一些 例如蔬果、菇类或全麦类的食物都会有帮助 如果好的胆固醇超标的话 最近也有一些研究指出 有些有基因异常的人士 其实他的身体好胆固醇的水平 可能反而会导致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但这也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的影视 另外,好的胆固醇的食物 如果吃得过多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始终好的胆固醇的食物也好 坏的胆固醇的食物也好 其实都是属于高脂的食物 过多的话都会增加我们的胃量 摄取导致我们的身体肥胖 甚至贼肥的情况出现 如果想说胆固醇的话 应该避免进食一些高脂肪 和白色脂肪的食物 例如肥肉 一些酥皮蛋撻 菠萝包等等这类的食物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的上升 除此之外,应该尽多一些高脂肪的食物 例如耳麦 因为耳麦里面含有贝塔普锤糖 其实是一个水溶性腺维 除了有助控制我们的胆固醇之外 亦都会减低胆固醇的吸收 除了饮食之外 其实做多些运动也有帮助胆固醇 建议一个星期 至少做多次的中强度或以上的运动 至少维持30分钟或以上 除此之外 亦都建议维持一个适中健康的体重 什么为之适中呢? 就是BMI由18.5至22.9 这个阶段 就会帮助我们控制胆固醇的水平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再见